要噴發之前 溫泉水的真溫 其實只是其中的一個現象 但是它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主標 而且通常不會在一個單獨的一個點 可能就是一個範圍 比如說萬里不可能只有萬里那個溫泉那一點 可能整個萬里大範圍的地區 都很可能都有改變 大愛二台今晚十點今夜說新聞 鏡頭